寒风刺骨冬天又遇到强力寒流来袭山区的温度骤降 昨日西乡丽山村一名男子和朋友喝酒 夜间是徒步返家 因为不生酒粒呢 他走着走着就倒卧在产业道路旁 还好部落族人发现赶快报警 远景也协助把这个快10位又9岁的男子送回家休息 寒风刺骨的冬天又碰到强力寒流的来袭 山区温度巨降 昨日乡丽山村一名男子与友人饮酒 夜间徒步回家的时候 途中因为不胜酒粒 走着走着便倒卧在产业道路旁边 还好部落族人发现报警来处理 远景立即协助将失温酒醉男子送返回家休息 警员表示由于市值夜间寒流来袭 男子倒卧地点又是山区的产业道路 如果没有好心族人发现报警处理 很有可能因为强冷低温危及生命安全 班局长陈伟文说 近期强力寒流来袭 山区温度比平地大约低两度左右 也呼吁民众外出时确实做好保暖措施 也要多关怀家中长者身体状态 避免汗湿跋省 据九九高松霜卓西乡采访报道